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子彤 首先一起关注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距离6月7号投票日只有最后一周 为完成最后冲斥 彻底赢得选举胜利 5月28号 阿凯迪亚联合学区教委委员候选人张奔 于竞选总部再次召开助选动员大会 加州第55区众议员陈立德 蒙特里公园市前市长林达坚再次到场 为张奔强烈背书 坚决支持他竞选阿凯迪亚联合学区教委委员 数十位来自阿凯迪亚及南加社区的 侨解人士选民代表竞选义工 青少年学生及学生家长立临会场 美国南加华联主席团主席陈惠碧 美国东北总商会会长陆霞 美国工商联合会荣誉顾问冯军 美亚联盟主席秦亚林 美国经贸文化艺术联合会会长孙伟 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会长雨清 新立国际教育集团总裁温迪王 汇丰地产总裁张强 先锋地产总裁开文公 张奔竞选义工 第五区负责人白文 阿凯迪亚华裔家长普尔章 等张奔的支持者到场声援 加州第55区众议员陈利德 在会上再次为张奔加油打气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加州州议员陈利德 我们现在奔竞的headquarters 在我们旁边的是他的最好的headquarters 这十天是很重要的期间 一定要投给奔竞 Johnny觉得我们的学校 要更多的家云的资源 更多的公共安全 一定要支持奔竞 我相信我 你支持奔竞 你们的未来的小孩子 跟我们Arcadia地区会更好 大家一起加油 支持Ben Zane 其实我当艺人之前的时候 我也是刚学教委 荷涛学习教委 我也不是家长 我第一次选的时候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我选的时候 我没有Ben Zane 帮我学教委 还是帮我选 这个艺人 我不会有这个机会来选上的 但是他最重要是这样子 他有这个智慧跟这个经验 来当个好的教委 他有学过教育 跟在来他政治也非常了解 他又会讲中文 又会讲英文 他可以当我们华人的桥梁 所以来支持Ben Zane 真的会帮我们Arcadia地区 变得更好 其实很多人搬到Arcadia 不但是环境 但是是因为我们的学区 我相信我也知道 有Ben Zane当我们教委 我们真的会有个真正的声音 在我们Arcadia的学区 蒙特里公园市前市长林达坚 呼吁当地选民 一定要投票给张奔 支持他赢得Arcadia 联合学区教委委员的职位 汉天卫视记者 吕丽川 Arcadia采访报道 那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 经常听说的是 Bill & Melinda Gates基金会 这也是目前全球规模 最大的一个 私人加入基金会 根据基金会 2020年的税表 这次基金会总资产 有500多亿美金 在2020年呢 基金会资产生的投资收入 就高达6500多万 收到的捐赠 发放的这个资产基金 分别都是60多亿美金 收入和花费 我们看来 差不多基本是持平的 好 那私人家族基金会呢 可以简单的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私人运营型的 基金会和私人非运营型的基金会 那运营型的基金会呢 主要是在一线从事慈善活动 那非运营基金会呢 主要是用于向合格的慈善机构 去发放慈善基金 我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基金会要计划 资助在某一个大学的一个 设立一个奖学金项目 那如果是非运营型的基金会呢 写上支票就可以了 如果是运营型基金会呢 则需要您亲自参与这个设计 奖学金项目的实施方案 要需要决定这个评奖对象 要去决定这个获奖的条件 奖励的办法等等 那私人家族基金会呢 每年都需要满足一个 最低慈善款发放的要求 那运营型基金会呢 金融慈善活动每年产生的 合格的费用呢 不能少于基金会总资产的 3.33% 非运营型的基金会 每年发放给合格慈善机构的 慈善基金呢 不得少于基金会总资产的5% 如果这个慈善基金发放金额 达不到这个最低要求的话呢 国税局会征收罚款性质的 一个30%的特许权税 那这里提到的合格的费用 除了慈善捐赠的支出 还可以包括基金会成立的费用 比如说会计师律师的服务费 以及用来维持基金会经营的 一些必要合理的费用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乌克兰东部城市 北顿涅斯克的街头爆发激战 乌军正拼死抵抗俄军的猛烈攻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形容战场局势难以言状的艰难 他在电视讲话中说 攻占北顿涅斯克 是占领者的一项基本任务 他说乌克兰正在竭尽权力 保护这座城市 不落入俄罗斯之手 北顿涅斯克市长 奥利克桑德·斯特鲁克 在电话采访中对美联社说 俄军已经进入了城市 电力和通讯已经被打断 城市完全被毁 斯特鲁克估计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 城市有1500平民丧生 他们死于俄罗斯的攻击 以及缺少医药 北顿涅斯克是卢干斯克州东部 最后一座由乌克兰控制的 主要人口中心 三个多月前 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入侵 在俄军未能推翻 泽连斯基政府或攻占首都基辅后 莫斯科把重心转移到了控制顿巴斯地区 北顿涅斯克此后便一直是俄军的进攻重点 这座城市离俄罗斯边界距离大约140公里 欧盟特别峰会30日开幕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 成员国领导人将就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等于乌克兰冲突有关的议题展开磋商 余会方面就对俄禁游令达成一致困难重重 本月初欧盟委员会提交了第六轮对俄罗斯制裁的提案 包括本年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俄石油 在16日举行的欧盟外长会上 因匈牙利反对提案未获得通过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对于在接下来48小时内解决这个问题期望很低 匈牙利总统欧尔班谴责欧委会 在没有事先跟成员国充分讨论的情况下 推出石油制裁提案 没有回答匈牙利石油供应安全的问题 造成了现在困难的局面 匈牙利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 60%以上的石油和85%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根据议程特别峰会期间 成员国领导人还将就支援乌克兰 以及未来战后重建 欧盟安全与房屋 逐渐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 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磋商 截至今年3月末 日本政府长期债务余额首次突破千万亿日元关口 达到1017.1万亿日元 连续18年增长 包括国债 融资 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政府债务总额为1241.3万亿日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24.8万亿日元 连续第六年创历史新高 这相当于日本人均承担990万日元的政府债务 不断增加的社会保障费用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财务支出 是政府债务总额持续增长的两大主因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 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 收入长期没有明显增加 与此同时日本的少子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 4月日本总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老龄化率达到了28.9% 创历史新高 用于支付养老医疗等的相关社会保障费用 在日本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不断加大 为应断新冠肺炎疫情 日本政府在2020年度的补充预算中 创设了高达9.65万亿日元规模的疫情储备费 2020年度至2022年度 三年的疫情预备费总额接近20万亿日元 这也成为推动政府债务总量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当地时间5月31日会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这将是拜登和鲍威尔自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会晤 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 他们将讨论在目前通货膨胀走高的背景下 美国和全球的经济状况 居高不下的通胀率严重影响了拜登的支持率 共和党人也一再就物价上升抨击拜登 指责他的财政政策和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 助长了通货膨胀 根据此前的报告 美国4月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了6.3% 拜登3月下旬宣布 利用战略石油储备 在6个月内每天释放100万桶石油 但油价依然升至了两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此外近几个月来美联储为控制通胀采取的激进措施 给股市带来了下行的压力 导致标准普尔500指数从历史高点下跌超过20% 随着疫情减缓 美国放宽了COVID-19限制 旅行人数和需求增加 但随之成本也在增加 一些专家估计 今年夏天的旅行人数将达到超过疫情前的人数 与此同时机票 汽油价格和酒店价格 也比平时高出了很多 今年夏天 美国的航空公司往返票价平均为400多美元 比2019年同期高出24% 比去年高出45% 与此同时 国际航空公司往返票价平均约为868美元 比2019年上涨了10% 目前飞往欧洲的航班最为划算 航班比疫情前便宜了约5% 航空公司将机票价格上涨 归因于航空燃油价格的飙升 还有其他因素在作用 包括航班数量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航空公司也在努力解决人员短缺的问题 人员短缺有时会导致航班取消 今年夏天 航空公司正在减少夏季航班 以避免最后一刻才因为人员短缺而不得不取消的航班 这也将导致机票的价格上涨 自美国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市一所小学 于5月24日发生致命的大规模枪击案以来 一些枪支和弹药制造商的股票大幅上涨 在这期制造了19名儿童和两名成年人死亡的枪击事件发生后的两天内 美国最大的首枪生产商史密斯文森的股票上涨了8.4% 按市值计算 美国最大的枪支制造商斯特姆格鲁的股票上涨约5.7% 弹药制造商欧林公司的股票上涨了3.8% 同时枪击事件发生后 枪械弹药生产商弹药的股票大涨超过12% 此外 据纽约邮报报道 弹药制造商Vista Outdoor的股票在枪击案发生后的第二天 跳涨了9%至38.24美元 而American Outdoor Brands公司上涨了6%至11.12美元 在股价上涨之际 很多人再次呼吁采取枪支管制措施 并制定如加强背景调查和围绕储存武器方面的相关法律 这也表明投资者预计枪支弹药的销售额将大幅上升 因为每一次在可能出台更严格的枪支管制立法之前 顾客都会涌向强制商店购买新武器并储存弹药 感谢收看 以上是今天汉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